持續鎖定1300整點新聞 帶你來關心最新的消息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在今天的記者會上宣布 要再提供50萬劑的AZ疫苗給台灣 如果成真 這將會是日本第五次 贈售台灣疫苗 累計已經送給台灣 共390萬劑的AZ疫苗了 就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 而來